嗨,大家好,我是金市长 我在韩国生活,在韩国首尔江南的整形外科里之前当了咨询市长 那么现在在这个频道里想跟大家分享我所知道的整容方面的知识 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主题是 面部轮廓手术中下巴整形的内容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颧骨内推和下颗脚切除手术的内容 没有观看的朋友们,这个视频的后面我会连接这两个视频,可以继续观看哦 那么开始啦 决定印象的是什么呢? 虽然会有很多种 但下巴的形状也是对印象产生很大影响的部分之一 如果下巴过于发达或出状会给人一种沉闷或迟钝的感觉 反而下巴过于的肩突出会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 像这样由于下巴的形状不同 给人的印象也会有所不同 因此很多人会考虑通过面部轮廓手术使脸型消消变长 面部轮廓时会影响整个五官和脸型的身体部位 例如拥有小耳线长的脸型 即使脸部没有特别漂亮的部位 整体上也能协调的融合在一起 可以拥有稳定均衡的美丽 反过来如果拥有宽厚的脸型 粗大的脸部线条 即使拥有大耳圆论的五官 其优点也很难正常发挥 反而面部的缺点更加凸显出来 这样的脸型可以分为华丽 可爱 女龙胃和强烈固执男性向的形象 但由于每个人的五官布局和脸型不同 选择适合面部平衡的手术方法的是最关键 那么需要做下巴整形的类型 有下巴较宽 下巴体积较大 下巴线条棱角分明 下巴突出或凹进去 下巴发育频发没有下巴的脸型 但是过度消掉下巴或休整 下巴会引发二持角的问题 或引发尴尬不自然的脸型 因此一开始找具备实力的医院是最重要的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下巴整形的种类 首先是T节骨 下巴切成英文字母T字形 取出切开骨片的中间部分 剩下的两侧骨片向中间聚集的方法 侧面下巴到前下巴的线条宽圆 特别是下巴发育过度或出圆时进行的手术方式 通过T节骨可以调节下巴的宽度和长度 改善成女龙胃的脸型 是个常用的手术方法 手术时近切开下巴骨的中间 近修剪必要的量 具有不会产生神经损伤或双下巴等问题的优点 为了不会产生截梯现象和二持角现象 踢结骨的同时要做环绕切除术 截梯现象是从上面看时有这种的角 这叫截梯现象 而二持角是这种整个下巴线条不圆论的现象 视频的后面我会给大家看出现这种辅助用时拍的轮廓细体 Y节骨整形是以拼音字母Y字形切开的手术 取出中间的下巴骨片将两侧的下巴聚集起来 这一点与T节骨相似 但是由于一次性切掉下巴侧面上方的线条 所以在聚集骨片后无需做环绕切除术 只要稍微磨一点即可打造出自然的V型曲线的优点 改善宽缘的同时 稍微突出的下巴或者短且凹陷的下巴做成V类的手术方式 Y节骨术几乎不存在T节骨下巴整形中可能发生的截梯现象 也不存在卵组织粘连现象的凹陷现象 第三种是V节骨方式 可同时解决宽缘、突出的四脚下巴、不对秤等多种烦恼的情况 可一举矫正凹凸不平的侧面线条 打造细滑线长的胃线条的手术 V节骨手术是留下下额骨的下缘 只切除部分骨质部位的边缘切除术 下巴U型或一字形时 通过V节骨手术在正面也能展现敏捷的下巴 简单说明 考虑到神经线的位置和想要的下巴形状 将T节骨的上方切掉的成为Y节骨 往下切掉的叫V节骨 但是这三种的手术概念是都一样的 一般医院里都会叫T节骨 也会分成Y节骨和V节骨 下面是一般做四合脚切除时 同时进行的环绕切除术 从侧面下巴到前下巴的下方的边界 采用楼和曲线的切除 直接修整下巴形状的方式 是无需使用固定板和钛钉 也能使下巴变瓜子脸的手术方式 那么下巴宽并且棱角分明的同时 存在突出或凹进去的下巴的话 只有T节骨才能同时进行下巴的前进或后退 因此不能进行环绕切除术 只看上面的环绕切除手术方法图片 就能知道不能前进和后退 但是无需前进或后退下巴未端 如果单纯是宽大棱角分明的下巴的话 就没有必要像T节骨一样 切掉后用金属钉子重新固定 简单说明宽大棱角分明的下巴时 T节骨和环绕切除术都会呈现相同的微型曲线 因此T节骨才是适合的手术方式 下面是三名字节骨术 将下巴骨双成切除后去掉中间骨片的手术 像这样去掉中间骨片后 下方的骨片向上移动并进行固定 跟T节骨一样也会产生二次角 因此去除二次角的环绕切除术 也需要同时进行 因为骨片之间接触 具有止血消快 浮肿或预清也减少的优点 可以缩短下巴长度的同时 也可以进行前进 也可以在没有下巴时实行的手术方式 具有用自己的骨片矫正没有下巴的优点 像这样最近下巴整形的种类不断增加 T节骨环绕切除术 Y节骨、V节骨、三名字节骨术等手术方法 变得多种多样 因此适当选择符合面部比例的手术方法 才能获得满意的手术结果 此外根据每个人的下巴形状类型 还可以选择N节骨、W节骨等方法 以体现最理想的形状 下巴整形的手术时间是大约一个半小时左右 麻醉方式是为全身麻醉 由于切开口在口腔内所以在外面没有任何疤痕 手术当天需要住院的 接受下巴整形后恢复时间需要2-3天左右 之后即可进行日常生活 手术后的恢复时间可以看作是就像我们身体的伤口预合过程一样 也是我们身体与浮肿做斗争并取得胜利的过程 面部轮廓手术浮肿到消肿的时间 几乎每个患者都经过相同的时间 一般来说面部轮廓手术后前三天是越来越肿 第四天开始消退 如果术后恢复情况良好 可以手术后一周开始工作 术后两周后大方面的肿就会消退 从第三周开始 腹肿会消掉从整个脸部到局部 并局部的脱落 因此手术后脸型看起来多多少少有些凹凸不平 可能会担心手术效果似乎微乎其微 一个月后腹肿消失 几乎看不出手术的痕迹 之后经过三个月六个月一年的时间 呈现出更加清晰的轮廓线 总的来说所有手术的腹肿几乎都差不多 包括面部轮廓手术也是 跟眼部鼻部手术的消肿过程都相同 但手术部位的面积不同的原因 腹肿看起来会更严重 比如说眼部手术 从整个脸部来看 由于是比较小的部位 腹肿看起来更小 但是对颧骨、四合脚、下巴 这三个部位同时进行轮廓三件套时 脸部的全面都做了手术 因此腹肿也会更加严重 另外腹肿确实取决于每个患者的体质 做同样的手术 有些患者肿得特别严重 有些患者几乎不会肿 就会有差异 根据个人体质 有些人会出大量的血 也会不容易凝血的人 脸部脂肪多的话 肿的也会多 有这种的差异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手术时间 即使是再小的手术 如果手术过程长 刺激组织的话 腹肿也会持续的久 通常认为面部轮廓手术是大手术 但是实际手术在一小时半至两小时内完成 再大的手术也能以最小的腹肿恢复 但是直到医生手术经验不足时 手术时会产生不必的伤口 刺激周围组织 另外院长的经验越不足 手术过程也越长 手术最好不要端割 短时间内药准确的完成 某个人是建议做轮廓手术时 同时进行轮廓三件套或者四件套 因为毕竟是全身麻醉 一次性麻醉 一次性手术 一次性恢复 才能减少恢复时间 也可以减少身体的伤害 好的 今天我们了解了下巴轮廓手术 下巴整形手术的种类多种多样 而且因为是动骨头的手术 需要细腻的技术 面部轮廓手术可能会导致异常感觉 咀嚼能力下降 面部不对称 预清 浮肿 疼痛等 另外面部上有重度的血管和神经线 还要考虑整体脸型及五官的协调 因此对面部轮廓的专业性和解剖血知识 丰富的整形外科专业医生的咨询及诊断是必须的 并且手术前应通过CT等多种检查和测量骨骼厚度 皮下脂肪成及肌肉厚度等 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适合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术方法 如果忙碌的接受手术就会像下面的CT一样 会产生二持角或截踢现象的浮作用 导致需要修复手术的情况 希望这些内容对面部轮廓手术感兴趣的朋友们带来了帮助 也可以继续观看全国内推和下颗脚弃除手术的内容 金市长下一集以更好的内容与大家见面 大家的订阅和点赞是让我制作更好的内容的远动力 记得订阅和点赞哦 还有大家有想了解的主题有的话也可以下面留言哦 拜拜